小时候我这刻看电视一直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 为什么金钱豹要喝几只糖浆 李子明咋还没射死 一年逛三次海岚之家行不行 长大工作后我想知道的问题只有一个 怎么才能像这些广告策划大师一样以方假作 用别人看着最没技术含量的创意 把金主的兜淘得比脸还干净 大家好 这是科学研究所 今天我们来讲讲中国最牛逼的一群以方 1997年还没成大岛的冯小刚拍了部电影 甲方乙方 这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贺岁片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即便当时全中国没几个人知道甲方乙方这两个词什么意思 也不妨碍大家看着电影嘎嘎乐 只有那些真正服务过千奇百怪客户的乙方 才会看着电影生出一点点不一样的感慨 乙方不义作呀 这其中大概率包括了刚崭露头角的华山 华南 叶茂中和邓德龙 跟来自纽约麦迪逊大道 走高大上路线的澳美 盛世长城等外企不同 这几个是地地道道的营销地裁 你可以看不上它们却很难看不到它们 下午下 我喝香表表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能够从别人眼里的野鹿子成为做个案子 起不价500万以上的最牛一方 一大先决条件是入行够早 占了先机 上世纪90年代 澳美 杨师在国内开办公室时 华山 华南和叶茂中等初代广告狂人 要么还在地方电视台当摄像大哥 要么是在珠海做着不挣钱的煤炭生意 他们有的是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干活干到凌晨的勤奋 但摊子刚知证起来的时候 缺的是直接接触客户的机会 做过一方的都知道 很多时候你伺候的不是甲方 而是代理 正所谓以中以备中备 竟是中间商传错话 这是很多搞策划的人痛苦的根源 但这些即销售和策划为一体的地裁们 他们把手握多家品牌商的代理 当成突破的机会 华山拿下的代理 正是当年号称中国广告界财神爷的余小生 哈刺五星针 盖中盖 盐底等名造一时大力 都是余小生的手笔 巅峰时期 他几乎垄断了全中国的药品广告营销 不过2002年时 刚创业不久的华与华 是怎么一下购到这块铁花板的呢 其实华山与余小生 曾是同一家药企的老同事 据说当时华山为了帮助余小生创业 曾给他介绍了价值一个多亿的单子 没收一分钱 传当江湖讲究的就是个异字 等到华山创业时 余小生也成为了华与华的第一大代理 有了这层关系 华山这个异中异做的也相对硬气 两人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广告 不知道有没有客观小时候受到过这个广告的影响 拍照的时候大喊过天气 火车课当年还真的亲眼见到有人在景点这么干过 尴尬的想要赶紧撤离现场 但在那个年代 这条广告一推出 效果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 挽救了当年销量走下坡路的天气压高厂 很快在财神爷的观照下 华与华又做了三金蓝瓶盖 小葵花儿童药等 结果都不亚于小生当年的战绩 华与华的名字 也从一票名不见经传的小广告人力 跳上了机场高速的天价广告牌 这一跳就再也下不来了 这也是这些本土广告狂人的特色 他们卖的不是公司的牌子 而是个人的传奇 这些人不仅知道如何营销商品 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营销自己 抬高身价 即便到了后期他们有了团队 但他们在外打的也不是机构的牌子 而是个人标签 就像现代广告业之父 大卫奥格威 让人记住的也不是澳美做过哪些案例 而是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这个书名 从这个角度来说 经常被定为low的夜帽中和华山兄弟 想走的其实是大卫奥格威路线 写书无本起步 上不封顶 比奥格威更有心机的是 考虑到现代人都不爱看书 他们还浓缩出一套又一套的四字真言 来让别人记住自己 夜帽中的冲突理论 其中的一条奥义就是制造冲突 要么给消费者一个惊叹号 要么给一个问号 这是给你的惊叹号 这是给你的问号 这更是买一送三 打包了四个问号送给你 夜帽中还怕理论没有科学支撑 借用了左右脑分工理论 提出制造冲突也得分左右脑 营养还是真的好 是占领你的理性左脑 我们和化学是朝你的感性右脑猛攻 现在看来冲突理论有没有效放一边 但我们恨化学这条广告 后来确实是演化成了甲方法兰林卡 与中国化学协会的真实冲突 这也是夜帽中职业生涯中 为数不多的得罪甲方的例子 还收回来看完这些理论 营销知识没吸收多少 反倒是夜帽中和冲突两个词 深深的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其他营销地裁给自己的标签也挺有意思 黄友华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超级符号 不过由于过于复杂 二人写了四万五千字 只为了解释什么是超级符号 简单的说 就是海底捞的 嗨 蜜雪冰城的雪王 一个能让人一下子联想到品牌的东西 比起创造符号 同时期的广告人邓德龙 号称师诚定位之父杰克特劳特 他认为定位二字更能服务到格尔赏 王老吉主打预防上火 香飘飘专注杯装奶茶 瓜子二手车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都是给他们做到定位 总之无论是冲突符号还是定位 甭管这些理论是否听上去有那么神奇 起码每个人看起来都著作等身 都在为伴奖作 搞牵授 传播自己的理念 跑得不亦乐乎 乙方品牌打出来了 大师们的腰杆子也就支愣起来了 别的广告策划人还在为甲方爸爸要的五颜六色的黑抓狂 华与华已经开始不再对外招投标 广告主要是想同时咨询几家公司笔告 不好意思 这种甲方华与华不要 与之类似 阅谋中曾提出自己的三不原则 不讲价 不笔告 不主动找客户 有钱你就来来了就别多话 这种硬气的甲方行为 在一里一切的广告行业里 除了他们实在不多见 当然了 这也不能全部归功于他们 新世纪前十年 也是改制后 民营企业大幅增加的第一个十年 大量的企业家 生意人初次下海 捧着钱寻找品牌机会 广告业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增多周少 好以防成了稀缺品 要价自然就高 花一花起条价600万 叶茂中一口价500万 登刀肉收费高2000万一年 三年起钱 不过如果付不起 可以用公司股权底 从2000年到2010年 是中国广告的黄金十年 用行业内的花奖 TVC时代就是点子时代 想出一个洗脑的点子 在电视上砸钱循环播放 差不多就能触达全国人民 这是广告效果最好 也是甲方乙方们最和谐的时候 而且受限于学道单一 信息不透明 这些广告有没有虚假宣传 普通人根本无从知晓 即使是爆雷 也在很久之后 所以乙方们的点子 也开始在广告法的边缘 疯狂试探 打了不少擦边球 举个例子 提起人民大会堂专用油 很多人会想起 鲁花这个品牌 毕竟以前电视里 一直都是这么讲的 谁也不能争取 人民大会堂核实一下 如果说鲁花被查 是广告狂人 理论失灵的开始 那么之后的十年里 大师们的翻车 简直就像连环追尾 2018年 瓜子二手车 被罚1250万 原因是广告里提到的 成交量遥遥领先 与事实不符 属于违反广告法 今年1月 花一花的 足利剑老人鞋 被法院判罚 累计超过1亿元 而专业安全的老人鞋 一直是这款鞋 宣传的超级负号 虚假宣传 已经变成了 点子时代 挥之不去的后遗症 但真正让大师们 慌了神的 不止广告法 2016年 要么中面对 正在崛起的互联网世界 曾对媒体坦言 每个人看到的 接着头条都是不一样 这太吓人了 我一个衣帽中 能满足多少需求 机器能够带来 多少增量呢 算法和大数据的魔力 大师们不曾见过 这不符合 他们的游戏规则 曾经面对甲方们 能拍着 菩萨承诺效果的 地裁们 现在有点 看天吃饭的意思了 就拿密血冰城来说 初始的选王形象 虽然是黄有华策划 但早在2018年就有了 21年6月的那次爆红 其实是各大平台的 网红 二床的up主 甚至每个吃瓜的你我 共同完成的 黄有华在雪王出圈后 也不敢揽攻 只能发微博说 活是人干的 效果是天给的 这些最强乙方 已经不如从前封光 而后来者 也再没人有底气 自称最强 因为太难做到了 传播渠道在成几何倍数增长 谁也不敢说 全知全能 渠道复杂了 老一辈乙方们的 操作空间就小了 一个出圈案例的完成 他们已经不是最大推手 更多的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是右上角点差 还是一键转发 决定了广告是不是做成了 去年破产是捐款的 红星尔克 用新疆棉的李宁 光速解约的函数 哪一个不是 几你我之力 把他们推上热搜的 好在品牌也懂得 及时响应 顺势而为 这时候反应快的 能玩转 社交传播的 反而有优势 前两天 女足夺冠 蒙宁宣布拿出 1000万现金作为奖励 也能在朋友圈走一遭 我们有欣赏的能力 也有挑剔的立场 更有机会 行使甲方的权力 答案还很未知 但是为最强甲方 我们可以把看广标准 提一提了 点赞转发评论加关注 这个上到这 下课见